大家好,我是Stan 演员Kim Teddy 因为在IG发文征求YouTube影片的字幕翻译 在韩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后 所属公司也紧急发文道歉了 5月22号 Kim Teddy在IG上的发文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考虑到有世界各国的粉丝们 所以决定目击可以帮忙上字幕的粉丝 并且说了这是才能捐赠 就是没有任何费用 这个贴文曝光后 马上就在韩网引起了争议 可可可可 超好笑 因为太傻眼 出了笑说不出别的 不是 这真的是本人的意见吗 真的是无法理解 你也不要拿出演费免费的演技吧 把别人的劳动力想成什么呢 把粉丝们无条件的关爱 当成是免费劳动的人 真的是没有被爱的资格 然后也是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只是没有考虑那么多 轻松的为了粉丝们发的文 需要引起到这样的争议吗 而因为风向真的是非常不好 Kim Teddy下架了IG 所属公司也发文道歉了 Kogiga Yojinka系列所有影片 包括广告在内都没有开盈利 Kim Teddy演员从开始拍摄Kogiga Yojinka 到现在新增英文字幕 都只是为了粉丝们的心意 关于征求多种语言的字幕翻译 也是希望让更多海外粉丝们 能够观赏影片 此外我们也不希望Kogiga Yojinka制作过程中 有任何人的心意被不当利用 如果有应当要支付的费用 也一定会正当的支付费用 因为我们的不足 带给许多人误会 真的非常抱歉 但是 所属公司的道歉文也未能将正义压下 说为了粉丝 却想要剥削粉丝的劳动力 你们自己不觉得很矛盾吗 没有道歉 只是在说废话 结果还是为了提高人气啊 没有开盈利就没事吗 有翻译字幕 可以曝光给更多的海外粉丝们 这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 为了粉丝们雇佣翻译的人吧 开不开盈利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什么慈善事业 是自己的Vlog啊 不过为什么免费字幕是演员IG上传 道歉却是公司帐头上传呢 对于Kimteri的IG发文 以及所属公司的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哈尔滨的冷与寒武的冷的差异 是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翻白眼的 只有程度的差异 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韩国的冬天是 稍微这样的感觉的话 去我的老家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韩国的冷是这样 哈尔滨的冷是这样 宁宁真的超好笑 KK 宁宁好可爱 KK 去哈尔滨旅行的时候 真的差一点冻死了 不是开玩笑 真的会死人 我去哈尔滨留学的时候 只要一出家门 瞬间就会有鼻孔里的毛冻冰的感觉 KK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哈尔滨的冷 是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